嗨大家好我是莫莉姐 又到我分享的时间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早餐的重要性 早晨的这个时候 我们人体的血糖水平 都比较高一点 这被称为黎明现象 这是我们身体启动 就是一天活力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是一顿 健康的早餐 会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帮助细胞 将血液中的葡萄糖 转换为能量 进而降低早餐 较高的血糖水平 所以说 我们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一定要吃对早餐 而且要在 比较适当的时间 来使用我们的早餐 也就是说起床后的 大概在半小时之内 一定要将我们的早餐 使用完毕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好好的照顾我们这些 糖尿病的患者 还有就是说早餐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摄取 富含植物性蛋白质的 这些营养早餐 让我们不要增加太多的负担 而且呢 现在大家的热量 摄取都非常的高 也比较容易增加自己的体重 所以说呢 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早餐 一定要减少热量的一个摄取 这样子的话 能够照顾到自己的体重 那体重控制好之后呢 很多心血管的问题啊 糖尿病的问题啊 都可以控制下来哦 大家一定要记得 早餐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茂利提醒大家一定要 吃对早餐哦 谢谢